真的太倒霉了,朋友们,我是小徐啊 最近啊,我一个朋友,他的奥迪A4啊 出了一个事儿,我给大家来个分享啊 拍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奥迪A4在高速路上面撞着一个这么宽的一个铁块 这么高 然后就把保险杠轮胎全部刮坏了 底盘也刮坏了 最可气的是他还没有买车损险 这不完蛋了 这个损失都要自己承担 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说这个你就只能说去找找这个铁块是谁掉下来的 然后他又嫌特别麻烦 就把车开回来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要修多少钱 像这个前保险杠轮胎轮圈也全部都撞坏了 大家看一眼 轮圈直接干了个缺口 轮胎也干爆了 直接从那个铁块上面压过去了 这边也是干爆了 它的轮胎特别薄 然后这边 叶子板内衬 水箱下护板 发动机护板 水箱框架 还有这些雾灯罩 也全部都撞坏了 空调管也撞一位了 保险杠 咱们拆下来 看一眼里面哪些东西坏了啊 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它的水箱框架 但是这个水箱框架呢 咱们不用给它更换啊 因为这个水箱框架一旦换了的话 就是妥妥的事故车 所以说我拿这个修复工具 把这个水箱框架断的这里给它连接起来了 就不用更换了 新保险杠已经弄好了 然后这漆也已经喷好了 咱们看看效果啊 看看这修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啊 我觉得和新车没什么两样 轮胎轮毂也都是换的新的 其实像它遇到这种问题啊 就很特殊 如果说你是自己有保险的情况下 可以报保险修自己的车 但是它没有买车损险 我也搞不懂啊 它一个A4啊 这么贵的车 它居然不买车损险 如果说掉监控 看不到这个铁块到底是哪个车掉下来的 你就去找高速路的管理方 但是你去找人家呢 人家可能也会推脱 他也不想去赔偿你这几千块钱 所以说朋友们 你们遇到这种问题啊 可以先试着去找一下高速路的管理方 看看能不能承担一部分这个花费 最好高速路这边能承担一点也好呀 总比自己全部掏钱好得多 对不对 你看我这朋友啊 他这不就是花冤枉钱了吗 就跑个高速黑漆猫屋的就白白损失四五千块钱 真是可惜啊 四五千都购买一年的保险了 所以说我抓紧让他把今年的保险买上了 不然这个A4还好 他不是撞着什么大灯啊 这些了 没有撞着水箱这些 那不然花钱更贵啊 觉得小区说的对的 有帮助的麻烦给小区点赞加关注啊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